龙年除夕一过,大陆网络上发起了给2012年央视春晚打分的活动 将近七成网友表示对龙年春晚不满意 有大多数参与者对龙年春晚的印象是坑爹 很多人转而观看其他民众自边自演的各类新年晚会 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截至北京时间1月23号晚8点 大陆凤凰网上有大约36万网友表达了自己对龙年央视春晚的看法 其中24万3000多人,接近七成的网民表示对央视春晚不满意 坑爹是绝大多数参与者对龙年春晚的印象 殖民媒体评论人洪水为龙年春晚打了52分 他认为这是历史上最烂的一届春晚 而网友则表示最烂的春晚永远是下一届 大陆诗人文化批评家叶匡正也打出了51.5的低分 他对新唐人表示 虽然今年的春晚相对往年平民化节目增多 但这种平民化是经过精心包装的 其实它并不是中国民众现在目前具有的这种 普遍的真情实感 他关注的或者是一些鸡毛蒜池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经过美化的 经过修飾的那种情感 一框证指出 民众关注的很多事件 比如强拆 轰动一时的小月月事件等 都不允许出现在春晚舞台上 央视春晚展示的只能是一片歌舞生平 灌输的只是当局的政治意识 他认为春晚的衰落是必然的 春晚在我看到的和新闻联播是一样 它成为了展示国家意志的一个政治仪式 新闻联播它不是新闻节目 同样春晚它也不是文明晚会 这两个对中国民众来说 一个是每天上演的政治仪式 一个是一年一处的政治仪式 近年来随着央视春晚的衰落 很多普通百姓刺鞭字眼的各类版本春晚相继出现 一时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包括草根一族创作的山寨春晚 北漂一族举办的北漂春晚 农民工编导的打工者春晚等 而结合网络新潮流的网络春晚 也在网络上掀起一阵热潮 最近的2012微春晚在大陆视频网站上 获得了极高的点击量 也有很多人对记者表示 已经对央视春晚彻底失望 不再观看 而是通过破网软件 观看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 新唐人2012全球华人新年晚会 由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的 美国纽约神韵艺术团主演 每年神韵艺术团在全球巡演 所到之处 现场观众无不被神韵 纯善纯美的演出所感动 而赞不绝口 新唐人记者刘慧 李千 孙宁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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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